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红秀柱只有15% 所以显然的宋楚瑜是赢了红秀柱 红秀柱变成了小三 不过我们再看看好度 大家看到蔡英文的看好度高达73.6% 不得了的高 然后看到宋楚瑜 看到红秀柱 他们的看好度都不到10% 我们该如何来解读这些民调呢 那红秀柱小三称为定局 不过民调显示 54.9%的民众认为 国民党不会换掉红秀柱 不过换掉红秀柱 说是个悲剧 不换红秀柱又是个闹剧 看到红秀柱 他怨认 这四大天王为什么不进场浮选呢 看到王建平说 我只是一开小石头 我没有力量 丢到池塘里也是扑一身而已 用这个当挡箭牌 而且今天更听说 有天王应该就是伍顿利吧 他竟然大骂红秀柱 坚持要参选 这是让国民党败退了20年 败退哦 败党退步了20年 所以看到了国民党 会不会以换红秀柱 或者抛弃红秀柱 来保存立委的席次呢 那今天我们看到了杨时秋 他宣布要参选立法委员 要在松参训里对战会红叹 看到史丽娜的老公阿中 他是个律师 他也露出口风 好像有意要参选 这个选情会有如何的发展呢 杨时秋等一下我告诉大家 不过选情相当的不利 国民党在这不利的选情之下呢 我们要看到他的选战 好像只能够以打理登会的抗日说 来号召基本盘 来进行一个蓝绿的对决 真的这样子就有效吗 看到了穆兵志跳票 这可是马总统的重要政策 马英九结果被质疑说 你哪一样政策没有跳票 样样跳票 从六三镇到爱台十二建设 通通跳票 所以执政党没有办法用政策来打选战 原因就是因为马英九太会跳票了吗 看到穆兵志的跳票 台湾的国防整个人力失守了 经济陷入了GDP 保一大作战 面对中国的文共武科 国台办他也恐吓说 如果没有九二共事两岸的协商机制会崩塌哦 不过我们看到了高雄市长陈菊他怎么讲 他说民建党的两岸政策不会保守 这到底透露出怎么样的一个讯息 那国民党他的选情惨不忍睹 不过民进党我们要问 你就躺着选了吗 支持者认为瘟尼癌 所以缺乏了违级的意识 所以民进党的票枪 尤其在南部在高雄可能会开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瘟尼癌没有违级意识吗 看到柯批说 柯批说国会两党都不会过半 那民进党所以从这里来讲 会不会交兵必败 反而国会过不了半呢 大家都在看 精细的分析 锁定我们今天的前进性来关系 现在我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 第一位是东北大学政治系的教授 我们的徐永明徐老师 徐老师你好 主持人大家好 我们台北市议员钟晓平 晓平你好 我们台北市议员林国臣 郭臣你好 众国各位兄弟大家好 我们前台北市议员 现在要参选立委的 我们的杨思秋 思秋你好 国勇大家平安喜的 政治评论员 我们的余梅梅余博士你好 我们国会观察基金队的董事长 我们姚教授 姚立明姚老师 你好 大家午安 等一下 还有我们的知名律师 才议员会参加讨论 不过我们要先来看一下 老宋变小宋 老宋到苗栗去拔装 拔的成功不成功呢 听说苗栗会翻盘 我们看看相关报道 白色衬衫刻意不扎进卡及垮铺里 宋徐脚踩超潮冻冻鞋 苗栗败票 打扮年轻 好几岁 第四次挑战总统大选 宋徐脚造型大改变 一般败票行程就穿衬衫卡及垮裤 如果是会见像前副总统李元醋 这种地方大佬 就会再套上蓝色西装外套 不过不打领带 衬衫不扎裤子里 是不是直送身上 吃什么脏鱼脸 这个不用问的 过去停马如今挺送 宋徐脚外貌年轻了 不过被罚装的人都是正坛老将 李元醋91岁 前县长傅雪鹏64岁 再加上73岁的宋楚瑜 三人加起来快230岁 最年轻的就是国民党立委徐志荣 但也要60岁了 李元醋 2016 1月16号能够全力支持宋徐脚 一下子倒水 一下子进麦克风 宋楚瑜讲话 徐志荣就卡位站在一旁互动热络 另外国民党立委陈超明虽然没到 但办公室执行长邱莉莉也在会场 加上前县长傅雪鹏全程作陪 会场上动钻身不断 宋楚瑜的苗栗行就是来拔洪秀柱的装 苗栗已经翻盘了 整个大家都很清楚的 苗栗重量级的意义都全部都站起来 其实上周洪秀柱才来苗栗 当天徐志荣低调站在后方 但换成宋楚瑜 徐志荣却拉手喊送算 国民党才喊苗栗团结了 没想到宋楚瑜来就破功 来我们看一下 长期住在苗栗的前我们的副总统李源处 那李源处他是一个最没有声音的副总统 不过竟然他现在发出声音了 他说我支持宋楚瑜 不用问就是要挺宋楚瑜 我们再看 这在苗栗 大家看到了徐志荣在这里 好 整个傅雪鹏 所有的人苗栗的一些大咖都站在这里 宋楚瑜苗栗拔装拔蓝装 热的喊说翻盘的 到底从这里我们看到了怎么样呢 还有 那李源处要不要开除党籍啊 徐志荣要不要开除党籍啊 傅雪鹏要不要开除党籍啊 国民党如果这些人不开除党籍 那如何度这些党员的悠悠之口呢 咱们来看呢 徐志荣你刚才看到徐志荣 徐志荣是国民党补选 那时候就是因为徐耀昌去当了县长之后 那个选区补选 徐志荣那时候跟这个民党选的时候是六比四啊 也就是说整个苗栗其实是蓝区 而且就算这次大家都讲说民党有机会过半苗栗 民党也不敢讲说他们有没有席次的盘算 其实徐志荣公开拿麦克风讲说 明年1月16号支持谁 支持宋省长哦 不是洪副院长 不是洪秀柱哦 这么公开 这么很明确的支持宋楚瑜 徐志荣你知道国民党中央党部怎么说吗 说这是客套化 之前在苗栗是人之常情 现在这边是客套化 徐志荣这都不用开除 那你想想看 明天到新竹 后天到桃园会是什么样子 现在不止苗栗要翻盘了 现在连新竹市 民旗民党都还派这个欧崇敬要去新竹市选哦 所以我意思说 整个宋楚瑜真的只是在造势而已吗 还是很清楚而在那边拔装 李渊处很具代表性啊 这算国民党党国大了 国民党现在还活着副总统不多 徐志荣 现在还有谁是副总统还活着的 萧万长 萧万长现在没有出来 林战 李秀连 李秀连民党 李渊处出来支持宋楚瑜 记者问他公开讲哦 我觉得按照啊 如果那时候开除这个杨时秋的这个标准啊 李渊处应该要开除党籍 如果不准的话我们要问这个政党他执政会有标准吗 他执政会有力量吗 看到这些人明白的讲票要投给宋楚瑜 已经明白的讲了哦 他说不能开除 包括李渊处不能开除 不过有一个人啊很好玩 这个人啊不是党员 大家看这个人叫做许书祥 他不是党员哦 结果他挺谁 他挺蔡英文 就国民党说要把他开除党籍 哎党员却挺宋楚瑜不开除党籍 不是党员来挺了蔡英文 结果国民党要把人家开除党籍 所以他看到了这一句话出来说 宋楚瑜苗栗把装朱立伦说 党籍绝对支持洪秀柱 变成一个笑话 党籍支持啦 党籍立委绝对支持宋楚瑜啦 怎么会这样子呢 所以杨老师 许书祥可不是国民党员 国民党要给人家开除 然后呢这个国民党员支持宋楚瑜的 不开除 党籍是怎么一回事 对啊 我们在宋楚瑜八月六号宣布参选的时候 那个时候当天的下午台北就有退选 这个李红军的事情 然后那个时候 亲民党已经对外其实有暗示 的表示未来陆陆续续会有一些跳船 或者换船的一些说法 我想后来的屏东啊 议长带领的议员也好 或者台南云林 一直到今天大家所说的苗栗 其实情况应该很清楚了啊 因为这个不是临时发生的 这也不会宣告选出来竞选以后才开始努力去拔的庄 这个其实明星象背早就已经开始了 也就是宋先啊 是宛于这些人跳船 为什么呢 其实这些人已经是不支持洪秀柱 应该这样讲 他们只是看到宋楚瑜以后 然后有个戳口 因为他们这些人 我想傅学棚 应该很清楚在地方上 他们原来因为洪秀柱已经至少两次经过路过那里 那他们地方上的人是 如果今天是一个对地方派系有帮助的 而不是会把他们拖垮的人 那大家当然就欢迎他甚至于很客套的出来讲话 说我支持你也可以嘛 为什么洪秀柱去的时候连客套话都不讲呢 他说徐世荣是客套话 那为什么你洪秀柱来他不讲客套话的 这个最基本的礼貌 连出场都没有 到云林 妇女出场都不出场 到屏东也是如此 到台南更是明显 就是说今天不管今天到宋那边的人 他能够带多少票 可是我们要反过来看 为什么这些人连一个台湾最重视的人情文化都没有 也就是洪秀柱来了 你无论如何要接待嘛 你无论如何 你就算不讲话 坐在边上喝一杯茶 也可以嘛 再差 你说一句话说 这是我们当然要尊重我们党的提名人 也是一种讲法嘛 这些都不做 却在相反的阵营 今天如果出现在蔡阵营 那是另外一回事 像前一阵子云林 这一个前议长跟现在的副议长 出现在蔡阵营 这是一种很明确的票船 苏金黄 苏金黄 他们的父子嘛 对 那这种很明显的 他们本来他们还是支持蓝军的 他们还想维持在蓝阵营 可是你来这里 我如果跟你靠在一起 我的政治生命也会被损伤嘛 这个我一定要先求自保 再求发展 再来帮助你啊 然后我们俩就共荣啊 共荣共敬嘛 可是现在不是 你来了我发觉 哦 我的支持者会因为我跟你站在一起 对我也不好 那我打算给你就保持距离了 这个保持距离的结果很清楚啊 就是我连客套话都不必讲 我连人情都不必做 可是宋先生来 我不管你叫你开除还是不开除 你要晓得当中央没有讲你这是客套话 他抱着一个万一被开除的危险呢 他抱着被开除也无所谓的开除 无所谓也危险因为他是事后才被党中央讲这是客套话 我们不会处理 你想想看我们在座的杨石秋做了什么事情都被干掉了 什么事都没做 所以了 那今天许世荣干了这种事情 不接待洪秀柱 接待别人 而且还讲支持的话 他应该心里有数 如果一不小心党中央就把他开除掉 这个风险他冒那个客套不去 人心其实很清楚了 洪秀柱的支持度在地方上已经到顶了 所以我们看到了国民党的标准怎么这样子呢 其中杨石秋他被开除党籍 杨石秋大家讲说他什么也没做 他只不过在政论节目讲实话 实话不要讲那么多遍 你名字虽然有个实叫石秋 不要讲实话 怎么一来啊 不过许书想到是蛮有趣的 他不是党员 他说我又没有党籍 结果国民党要把人家开除 这不是什么意思 有党籍的不开除 没党籍的要把人家开除 这国民党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呢 我加油啊 石秋我刚刚讲那个不表示说 今天杨石秋是委屈哦 我说没做事情被开除 不是 我这样讲的意思说 想要被冒开除危险的没被开除 他没想到的人被开除 那是一个勋章 想拿勋章的人拿不到 他现在要这样想 就是好端端的家里 国民党颁一个勋章给他 哦是这样子吗 石秋怎么来看 徐老师讲出我心里的话 杨老师 杨老师讲出我心里的话 我说实在的 我在今天宣布参选 我发了一个新闻稿 我第一要感谢国民党 在民国78年 26年前的7月 让我透过党内初选 成为当时国民党台北市议会 最年轻的候选人 那是26年前 但我今天还是要感谢国民党 为什么 26年后的7月 就是今年的7月15号 国民党我不知道任何理由 把我开除 反而让我海阔天空 如同杨老师所说的 肩上多了一杯勋章 我在国民党 没有拿过任何勋章 可是当我被开除的时候 我发现 我受欢迎的程度 是远超过我过去 20年民意代表 所能想象的 所以我相信这一次 为什么这么多人 等着被国民党开除 因为一旦被国民党开除 我相信在目前的氛围之下 他大概选择被开除 而不愿自动离去 那像今天 所以我要问 那你跟亲民党 现在的关系是怎样 有没有可能因为 老宋的气势起来 而你虽然被开除 反而多了个勋章 你的气势也起来 那你跟老宋之间 其实我想 有没有联络 姚老师在这边 我想我今天在这里 特别也提到 我跟亲民党宋主席 有见过面 有见过面 跟透过姚老师的关系 也跟民进党的一些高层 有见过面 但我们都非常清楚 像我今天所说的 未来以目前来讲 我们这个选区有五个候选人 除了费洪太之外 还有李登辉支持的台联 还有林雄支持的社民党 还有台湾独立行动联盟 包括我就五个 未来可能还有 我们徐老师所 这个 时代的一样 或者还有其他的三选人 所以我觉得 刚好 姚老师在这里 所以我今天特别提出来 我们是不是用一种 可批的模式来 整合出一个候选人 所以我再请教说 从宋楚瑜在苗栗的拔庄 你觉得这个效应 会不会万一到台北市 包括你的选区 包括整个附近的选区 会不会万一出来 我为什么用五档级参选 就是因为在我们这个选区 坦白讲 你沾上任何色彩 过去的经验很清楚 费洪太都是赢 在全国单一选区里面 他赢第二名都超过30%以上 因为这是蓝 远大于绿的盘 而且红秀柱的 这个你可以看 他敢跟他一起站在一起的 目前只有两个立委候选人 一个就是费洪太 一个就是孙大千 原因这个地方的 深蓝群众相当的多 而且眷村非常的密集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所以我还在今天参选 特别提出来 我们所有候选员 是不是像柯P一样 来做一个整合 选出一个最有可能 临到最高的 然后做一次 一对一的对决 当然其他 不愿意参加整合的 我有你记得 当时有六个人参选 但是大家很清楚 另外没有参选的 四个市长候选人 大家知道 你不是整合出来的 所以最后选票 就集中在整合出来的 柯P上面 另外四个 没有经过整合的 五档级参选人 他们拿不到三万张选票 所以我想希望通过这样的整合 或许有在这一块地区里面 我们要跟亲民党合作 我们要跟民进党合作 我们甚至要跟台联 或是时代力量 或者其他所政党 做一次 超越蓝绿 就是因为这个地方 如果你打蓝绿的话 这场选战是完全没有胜算 但是如果你跳出蓝绿的话 在我们这个信义 跟南松山是有机会 但我个人认为 宋楚瑜基本上来讲 拔装的过程当中 只要国民党党场 还继续存在 这种拔装 可能效果会有限 因为我不认为宋楚瑜今天会提供 以上一次的政治献金 我们去看监察院的 大概每一个立委 平均候选人是三百万起跳 多的也拿到近千万 那你认为今天宋楚瑜 有这个本事 去提供每一个立委候选人 三百万五百万八百万吗 我相信 所以你意思说 卢北党产不见了 国民党的候选人 有可能是故意跟老宋靠一下 然后国民党就 政治献金会多一点 我想 有这个意思吗 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们就要我们去年 白纸黑字的数据 国民党的 像县市长 当然拿到三千万以上 但是每一个立委的起跳 基本盘是三百万 那我和小平 我们去年选了五万 五万块钱 所以代表 立委在国民党的心目中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认为 他一方面靠送 可能拉抬你的身世 但更重要 这个东西在选举是 尤其中南部 是不可或缺的 所以刚刚听到 钟小平喊了五万好大声 我听起来就有点不满的意思 为什么里面三百多万 一千万 我只有五万 小平你有这个意思吗 市议员以前 我们知道 几十万 没有 在99年那一次是十万 十万的 但这一次是五万 不谈钱 不谈说 那宋楚瑜在苗栗的跋庄 这个万一效应会怎么样 第一个要请教你 第二个 你认为 许书翔又不是国民党 要把人家开除 然后呢 李源处 还有这些 许志龙什么 不开除 国民党怎么两 双重标准 我觉得开除的标准只有一个 就是大家都登记 或是菜 登记以后 你帮他站台租奖 那当然开除 我认为这是最合一的标准 可是为什么许书翔 觉得人家开除呢 他已经宣布参选了 等一下 我要 我现在挑战就是 许书翔是 包含那个杨子就李庆元 我觉得标准要一致 包含直播动 许书翔是 不过我补托到 蔡英文那里去 李庆元是事情退导 我这完全不一样 他自己和张作文都是事情退导 许书翔是到 蔡英文那边去 那蔡英文还没登记啊 可是你们的县党部 包括这一些 已经做出决议要开除他 许书翔有点特别 很有趣 他又不是党员啊 大家不知道 第一个 许书翔曾经是党员 可是我相信失恋很久了 从小谁不是国民党 当兵就入国民党了嘛 曾经是 那为什么要动他呢 就是 反正你的力量没那么大 我就动你一下 还有你知道许家班 许文志当过云林县长 是比张荣卫更早 对不对 那我们也知道 这个许家跟张家是 势如寇丑 而张家力量很大 许家现在渐渐势委 他过去带多少票 我就没有意思了 但我是不是先打不出 有讨好张人为之意 也有可能 我必须要说明一下 那我要请教授宋楚瑜在苗栗呢 好 你看看这一局会不会外溢效应 我们会有一些外溢效应 宋楚瑜最强是两个地方 他经营的最深 一 花东的原住民 二 逃出国家的客家人 那是有系统可循的 那是 那省长的时候是真的给了很多资源 他也很勤快了 所以他人脉很深 我简单讲 你北部经济选民就看大环境 看股市 看生活 中产阶级嘛 那南部民进党太强嘛 所以 可是我更担心的是 你们知道 拔庄 是拔真的拔假的 拔庄真正的地方 我们当然三个条件嘛 第一个 你会不会当选嘛 这第一 这三个候选人 你觉得蔡比较会当选还是宋 当然是蔡嘛 第二个 你给多少资源 第三个 你看是不是术友往来 李树周到 我们是不是朋友 这三个有 ABC三顺位 宋楚瑜的拔庄 基本是用 该做的 躲起来的拔庄 地道战 而弄成空军 绅士 比较虚胖 来压倒 洪秀柱的空气民调 那一辈子 最没有声音的人 都有声音叫李源处 李源处 是吧 我一到选举 一到选举的时候 两个最红 一个是吴敦毅 卸任副总统 一个卸任的 不知道几十年的副总统 李源处突然就 红起来了 这就是政治 这就是选举 其实我们真正担心的 我讲骨子的东西 最可怕是 第一个 地道战 第二个 会当选 那个人叫蔡英文 他今天苗栗市长 跟头份镇长 被拔 那个才真的严重 那个才是真的 我们真心 害怕的 一个地方 因为 很简单 蔡英文会当选嘛 谁会靠 不会当选的 而不去靠 会当选的 第二个 蔡英文当选 全国1.9兆预算 在他手上 地方建设 不要靠蔡英文 不要靠总统 这就是为什么 到现在只剩半年 才退休的 马英九 还有无力的 现在还是大嘛 大家很清楚 这个小平 政治现实的概念 听你这么一讲 你们苗栗 被蔡英文 拔装了拔装 被宋楚瑜 拔装了拔装 那会不会翻盘 翻不翻盘 我到底 国民党要干嘛 国民党是要选赢 蔡英文 还是只要大老二赢 送出一趴 那就可以 含笑九泉 到底你要干嘛 讲清楚 国民党 我认为 我的想法 我给洪秀柱建议 我现在先不谈 那换不换他 你既然要打一场 非典型的战争 就真的打非典型 而不是古典的战争 我记得我们在台大 那个嘉英华 教我们古典政治学 都从亚里斯多德讲起了 非典型两个 很复杂 我用30秒把它讲完 第一个 今天台湾主体性那么强 台湾意识这么强 你就必须 你要想对抗 想选赢 或想有能够立足 那就必须创造 中华民国主体性 对抗台湾意识主体性 一中同票 当然跑掉很多票 我提一国一制 一国乃中华民国 一制乃民主制度 你非在对着我 我民主对着你 你敢不敢这样干 这是比 这是比九二共识 更左边的 再来 内政的主体性 内政的分配正义 你敢不敢对财团动手 土地财团 台北市动一动 就动五兆出来 年轻人加薪加一倍 国民党要做这个 国民党你 如果你扮演帮凶的角色 你就认为 年轻人我这么苦 你也害我 你们拿别人政治现金 财团都是好朋友 如果你真的实施 不要只讲 三中一清 让中小企业获利增加 中产阶级 加薪 年轻人有希望 有住宅 国民党现在改才有机会 不过小平 你这一段 我们先压下 等一下再谈的时候 我先请许老师来告诉我们 今天的这个民调 蛮有趣的 这个民调到底显现出什么 因为已经确定 红秀柱是小三 假如是这样子的话 刚刚小平讲的这一段 怎么会出现呢 怎么去做呢 今天的民调到底怎么一回事 其实这个民调 其实跟各家民调差别不大 蔡英文44.1 宋楚瑜第二 17.7 红秀柱15.0 可是比较重要的是 除了红秀柱持续是小三 宋楚瑜第二之外 宋楚瑜制度由下滑的现象 因为上次他们做是23.3 这次到17 其实下滑六个百分点 他们有人分析说 是不是宋楚瑜的蜜月期 因为他那时候宣布参选 刚才大家讲说要登记才算数 这几个人都是宣布参选 如果宣布参选 就帮他站台都不算数 那不知道什么才算数 可是我觉得宋楚瑜需要注意的是 他的民调是从23.3 掉到17.7 下降六个百分点 也就是跟红秀柱之间的15.0 其实差距并不大 虽然两个都很难看 不过徐一世另外更有趣的是 宋楚瑜跟红秀柱的看好度 也就是说你看好谁会当选总统 蔡英文是73.6 这最高了 几乎所有部分蓝绿都认为他会当选 红秀柱是6.9 宋楚瑜是4.5 也就是说就算是在这里面 宋楚瑜的看好度其实是非常差 也就是说他虽然是第二名 可是他民调在往下掉 再来大家对他看好度 现在有些疑问 那可是这样子会不会换红秀柱 不会 为什么 问到应该换红秀柱 不同意的39.1 认为应该换是36 也就是不同意的高过同意的 那我们宋先生小宋啊 他其实他的主轴很清楚 找回老朋友 认识新朋友 还有找回原来神长的状 这些人 宋先生我们小宋 16年没有职务 没有支援 可是这些人 为什么 他还觉得 我们小宋 宋楚瑜 他是值得他信赖 他值得冒着开除党籍 冒着违背 这个国民党 而来挺他 做表面 我认为不是这样做表面 第一个 我看我们苗栗 苗栗行啊 不敢讲拔装 但是我认为是成功的 第一个 七个 七个乡镇长 敢公开穿衣服 站在他旁边 好啦 路过也好啦 那最起码的话 他敢站在旁边 你可想而知嘛 这种支持度啊 也就是坚定的心啊 那是不一样 13个议员 苗栗不要 苗栗有一半以上的议员 都敢站出来 为什么 为什么 那很简单嘛 我们宋先生的为人 在2012的时候 为什么这些人不站出来 那个时候 马英九很强啊 马英九觉得国民党算 国民党算有胜算 当然我们承认 刚才习老师所讲的这些 抗好度 这一点到现在为止 我们都不否认 蔡英文 他的抗好度 是百分之七十几 我们也认为这样 但是我们平安心讲啊 有时候 我看这个局啦 拔装以否另外一回事 会不会累解国民党 也是另外一回事 最起码三个人 通通总统候选人 所以为什么我们宋先生 没有支援 他可以得到现在老二的地位 最后我要补充一个 这个南方硕 大家很内行耶 南方硕就讲一句话哦 宋楚仪是老谋胜壮 南方硕说哦 二零一六 陈蔡宋之争 小英要谨慎缓止便 哦 所以老宋变小宋 这下是厉害啦 衬衫都不必扎到裤裤里面去啦 穿衬衫是穿在外面的 很多老先生告诉我说 衬衫穿外面他不会走路 可是老宋变小宋很自然耶 民进党的怀疗哦 我这样讲好了 老宋变小宋 包括让人家刮鬍子啊 丢尾丢尾巴 我说一个七十几岁老先生来讲 我真的觉得非常不容易 也看得出来他很坚强的决心 也知道说他非常想要抓住年轻人的心 但是如果你要抓住年轻人的心 你要创新 你就必须要一个新思维新打法 我这样讲好了 去年柯文哲为什么能够大胜 说他本身所谓超越蓝绿 白色力量 他整个那个心的感觉是能够带动的 但宋先生今天我觉得 不可惜的一点是什么 虽然文轩非常成功 可是你的拔装是很老式的你知道吗 他这种老式的做法 我觉得有点像双面刃 一方面我认为他这样拔装 他是至少要让人知道 就是照他们所讲的 我要蹭着场子吧 或者底子吧 我真的跟泛男召唤 你有一种老式的传统的这个战法 有些人这里面还有形象有争议 那我请问 你每一次拨出去 你会损失到多少票 而总统大选坦白说 那种总统个人的形象 乃至一个创新的打法是很重要的 所以如果说你只是文学上面心 可是你是个传统的老思维 这种打法的话 那我认为 你可能会赢过这个国民党 这是第一点 第一点就说 其实你看 当然宋先生很高兴说 苗栗会乒乓啊 真的是这样子吗 其实刚刚小平讲的好了 最怕的是什么 真的巴庄是不公开露面的啦 第一道才是真的 这些人出来 一方面我老说代表几个讯息 第一个讯息是 跨水里红袖柱 第二个讯息是 是不是也借此向国民党中央 再多要一点 我两边靠靠 我两边取力啊 不过我们看到这里 大家要想到说 老宋变小宋 其实他的力道 还是不可以轻忽的 因为我看到 本来国民党有一些人是 侃侃而谈的 在帮红袖柱 在整个辩护的时候 突然看到苗栗被拔装 拔成这个样子 看到那个粘孔啊 垮下来的真的 而且呢 他真的忧心了 不过在这里 那还有一个人 王金平 到底王金平他的地位 是什么 他到底 他超越蓝绿 这是陈菊讲说 超越蓝绿之后王金平 而王金平到底 在国民党里面 会怎么用 还是说 他仍然远离红袖柱呢 所以让大家看 变身同学 宋主一半 同学会 与民互动 同学会 所以大家看到这些的时候 还有王金平的动向 会怎么样呢 休息一下 我们再回到现场 苗栗已经翻盘了 整个大家都很清楚的 这个苗栗重量级的 一一的全部都赞成 还是我们希望 当然都希望大家都来展台 只要对我 对我加持有帮助的话 看到宋主一在苗栗的拔装 今天红袖柱在花莲 不过花莲到底谁比较强呢 没有人会认为红袖柱会比宋主一强 花莲 大家认为宋主一还是会比红袖柱强 所以如果宋主一明天也去花莲的话 那接下来又会有怎么样的火花 大家都在看的时候 今天的这个民调到底透露出怎样的讯息 隔一阵子一个新的民调出来 今天这个新的民调很有意思 这个民调主要标题叫 要不要换柱还挺柱 也就是红袖柱到底要不要换 我们前面问到 国民党应不应该 你看同意的只有三成六 不同意的三成九 也就是大部分民众认为 不同意国民党换红袖柱的还是比较多 会不会换呢 不赞成的六十二 赞成的十六 对不起 是不是要如果换吴敦义 赞成只有十六 不赞成的六十二 那如果换朱立伦呢 这个赞成的比较高三十六 何许是不赞成的还是比较多 四十三对三十六 也就是说 现在国民党最后一张王牌 朱立伦如果出来 不赞成换还是比较高 那如果换朱立伦呢 朱立伦蔡英文跟宋楚瑜三个比 朱立伦二十五点五 蔡英文四十一 朱立伦是变老二了 这时候宋楚瑜变成老三 可是如果换吴敦义 吴敦义情况比红袖柱还差 只有十一点八 宋楚瑜二十 所以徐立伦如果国民党真的 要抢这个所谓老二的地盘的话 那应该要推朱立伦 可是民众很多人还是不支持 所以他们只有一个困局 就是说朱立伦可能可以维持 让国民党变成第二大党的命运 可是很多民众是没办法支持他们这样换 更重要的是很多人支持什么 要不要国亲和 我觉得这是国民党要注意的 这个我没有做图本 如果国亲和做 那应该怎样 各位看红正宋副 就是红袖柱如果是总统 宋楚瑜副总统 制度只有十八点七 可是如果是宋楚瑜当总统 红袖柱当副总统候选的话 制度是五四点二 也就是说 这个社会现在有个看法 红袖柱不要换 可是宋楚瑜制度 其实也没有像之前看的那么高 那你换朱立伦 虽然能确保国民党是第二大党 可是很多人还是觉得不要 因为朱立伦还是没办法赢蔡英文 那我对你更不要提 那如果国亲和呢 很多人支持制度四成以上 那可是比较支持的是什么 宋楚瑜当总统 红袖柱当副总统 这是国民党最大的危机 这个社会并不支持你换红袖柱 虽然很多什么换柱计划 什么国民党高层 徐立伦 如果这个民调出来的话 国民党遇到的压力是说 那你要不要跟亲民党谈 所以换句话讲 国亲和可能就是最强 不过红袖柱说 不可能有PK民调这件事 那宋楚瑜似乎也曾经表示过 如果红袖柱换人 他还是会选到底 徐立伦 不用PK民调啊 民调每天都在做啊 都跟你讲你是排第三的啊 所以换句话讲 假如是这样子的话 会有怎么样的发展 其实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那个因素叫做王金平 大家可以发现 在南部拔庄 在中部拔庄那一些庄 竟然很多是谁 是王金平的白派 所以换句话讲 这里面又有什么样的米卡呢 王金平到底办理怎么样的角色呢 我们看看相关报道 院长就是今天早上有一份最新的民调 就是说这个支持宋宏配的有百分之五十 支持宋宏配的只有十八拍 哦 是啊 那这个民调做参考吧 院长会觉得就是这个 会觉得说这个宋宏配叫不可惜吗 是啊 不是跟你讲做参考吗 我不能下定论吗 那你现在有一个有媒体写说 就是这个马宗宏的这个会长来说 就是要求您不要参举 你这样的事情 我没有听说 前局市长在这边就开了转 说现在讲不分难力 宋宏跟扣子都不是真的 您才是真的不分难力 还说就是您没有得到同等的尊重 为您包取 我没有这种感觉 我做该做的事 一切都是要为国家 为社会 为人民来着想 那所做的有利于国家 社会跟人民的话 这个我会全力以赴 所以我 那就不会分难力了 我们来看一周刊今天讲的这一段 马英九怎么讲 马英九说 表明绝对不可能挺王金平来参选 若朱立伦不顾马的意见 假如要换红袖柱 而朱立伦不顾马的意见 要王金平的话 不顾马的意见 让王金平出现的话 马英九会带头退党 迫使国民党的局势更加的险进 所以从这里来讲 国民党的局势会这么的险峻 那就是马英九 他有很重要的 叫做一手 所以姚老师 所以从这里来讲 那今天梅皮也说 王金平事实上跟宋楚瑜 已经实质结合了 不要骗人了 有这么一个说法 到底这怎么一回事 应该可以这样子看 至少王派的地方力量 或者王派的国民党委员 从第一波的退选 那四个人里面 一直到最近的 这一个所谓的出现的 不管苗栗的 屏东的台南云林的 应该大概都是跟宋结合的 哦 如果有两个派系 在地方上相争的 还有一部分人会导向蔡 这个在屏东那次 其实最明显就这个 那天不是议长带了 五六个议员 七个议员 七个议员 那个地方上 还有另外一个派系 本来也想出来的 那因为两个派系 都不想支持洪了 可是至于说 谁来接待送 那另外一个 就不能够再接待送了 这个其实很清楚 因为地方派系 这方面蛮敏感的 所以结果就议长 议长当然是主流吧 就出现了 另外一个派系就不表态 可是另外一个派系 人在哪里 另外一个派系 他还是会挺王啊 可是他最后投票 一定不会是红这一遍吧 他还是会 虽然没有出现 可是还是可能是宋 只要他没有到蔡内来 这次民调也很明显 绿营的支持者 绿营的支持者总偷偷 已经超过来引了 可是绿营的支持者 九成支持蔡 没有悬念 小宋跟这个 红 小辣椒 各拿了各位数 三四 三四四五 这样子 这个等于没有 因为那个加误差 等于没有 南军你知道怎么分配 嗯 分配是 三十九点五 三十一点八 八点六 你听听看 再来一遍 三十九点五 四成都没有拿到 红修 南军呢 哦 四成都没拿到 团结起来 全面气宝 一票不走 还输十八 全部加载 还输十八 那现在南军 他只拿四成 你想想看 最后结果是 现在掉到老三 有什么意外的呢 嗯 那第二个 那所以南军 要自己问嘛 他们没有多少 跑到蔡呀 跑到蔡 我记得 两个月的选举 蔡能够拿到 南军都超过十八 大概十二十三 大概都有十几八 这一次只剩八了 哦 这个对蔡英文来讲 当然是一个 要检讨的事情 为什么 原来浅蓝的人 就回去了 嗯 对不对 那你要找出原因嘛 大家又觉得 你很绿了嘛 可是 绿够 够你用 我们这样讲啊 纯绿就够你用 可是 宋仙为什么拿 三十一点八的蓝呢 上一次 他连十八的蓝 都没有啊 嗯 所以最后 唠到最后 你把那次的选举 结果 选后的民调 因为上次选完以后 有三个大学 合起来 做个选后民调嘛 选后民调 宋仙人挖 蓝角 挖到最后 不管是因为气宝 还是没有 总而言之 哇 蓝军拉了十八都没有啊 嗯 这次已经拉到三成 三十一点八现在 嗯 拉了三成 总头头才十 他的民调才多少 他的民调才十七 一点七啊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你就可以知道 现在的问题出在哪 就是说你 有几个问题是要答的 蓝军答不出 我到现在没看人答 我有我的解答的尝试啊 去问啊 第一个 我对这个民调 当然还会做一个调整的 为什么 那个 从这个民调看得出来嘛 蓝军你知道有一群人 失望到完全不理会 这次选举的你知道比例有多高 嗯 超过百分之二十了 我告诉你 哇 因为你只要看这次民调 这次民调用的问题叫做 你关不关心这次总统大局 关不关心嘛 嗯 你关心你才会认真的回答 或者你会参与投票嘛 蓝军关心的人只有三分之二啊 啊 这么冷漠 所以了 他的总头的支持度都不够了 他关心这次选举 他他拿起来说我是蓝的 可是我这次关不关心 你关不关心这次大选 三个人里面有一个不关心 因为不会隐嘛 就不关心嘛 这个这个话就 这个话是一个解释 对 我现在在讲题目啊 解释有一二三 嗯 当然也有可能隐藏了 所以 红袖柱跟 宋楚瑜的民调 还是可能会低 因为蓝军啊 在大家都支持蔡的情况下 自己觉得 我现在表态支持红有点丢人了 或怎么样 他就把自己隐藏起来 所以你可以把民调加一点 可是再加 我请问各位 再加 蓝军总统统有一部分人去支持宋 蓝军总统统 根本不关心这 有三分之一的人不关心这次选举 请问红袖柱生多少 然后我们再来看现在这些装脚 不管被拔还是走掉的 这个这个局面已经太解释太清楚 不过 我告诉你 这个三的哈 我今天还没讲 因为我自己有别的概念哈 会不会起跑 会不会有有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才被大家关心嘛 我现在就可以讲 不会了 不会去跑 宋先生的不会回去了 宋先生不会回去 不会回去了 那 红的会不会跑到宋那里去 红大概也稳住一十一二八 也不太会 也不太会 也不太会了 所以我都至少有一半以上了 我们再看看王金平的这些以外 我们再看一个人 那个人叫做吴敦利 他讲的这一段话蛮有意思 这是周刊讲出来的 周刊说 知情人士说吴敦利讲的这一段话 我们来看 吴敦利表面上祝福红秀柱 但私底下与媒体高层 在参序的时候 却大骂红秀柱坚持参选 会让国民党败退二十年 所以呢 我们来看这个新闻 因为会这样子的结果 所以国民党的这些立法委员就怎么样 虽然够死命 你头恰咳咳 虽然够死命 为什么 没救啦 所以 虽然够死命 可是中正的党员照样把他开除 开除让他去变五党籍来跟国民党选 就是杨石秋 所以从吴敦利讲的话 王建平的动作 在配偶说 虽然够死命 这到底怎么来看国民党这个选举 郭勇 如果你认识国民党高层的 中层的 低层的 你私下跟他讲话 大概都是讲我对一的话 我相信这是大家整个社会上 大概都有一个 尤其看到目前的选群 因为它是白纸黑字的数据 这是你每一天 你接触任何选民会听到的声音 但相对来讲 看到这种选票 我几乎可以确定 这种民调的话 不会换洪秀柱了 原因很简单 这次也代表 他们在这一块 所谓的跟李登辉的 争执过程当中 不管是洪秀柱讲的重话 不管是马英九讲的重话 我记得三天前 我就说这一场 所谓的争执的过程当中 变相的把宋楚瑜边缘化 也直接的巩固了 洪秀柱最需要的 也是能够让他为之温暖的 这个深蓝的选票 所以没有错 深蓝的选票15% 我相信不会跑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换了任何一个人 不管是王或吴 或是任何一个候选人 他可能连这15% 都会亏散掉 但相对来宋来讲的话 我觉得今天 其实你可以看抗好度 跟的民调差距 特别大的原因是 抗好度 他的差距几乎是70% 而民调的差距 如果两个加在一起的话 可能只杀3%到5% 原因就是 大家非常清楚 如果洪秀柱继续用 目前这样的选法 他的15%不会跑掉 你相信宋跟洪合作 他会赢蔡英文15%吗 不会 因为洪秀柱所滚固的选票 是不会投蔡英文的 所以将来 如果想要洪跟宋合作的话 你这15%只要保留10% 或是12%的话 宋取在这样选战里面 也几乎看不到未来 但是最重要的 我是觉得 洪秀柱在这一次里面 他利用跟李登辉的对话 不管是火辣的语言 或是强烈的肢体的语言的话 就是他除了巩固 他自己深蓝的选票之外 也可以在台北市 目前以7比1再有优势 和新北市10比2再有优势 这7加8的15席 至少可以维持 少掉一些 因为到底 北市跟新北市是深蓝的 也是眷村的 也是目前支持洪秀柱 比例是比较高的 至于说中南部 平行人员很清楚 连立委都找不到候选人 何况你还要靠这些立委来拉他去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洪秀柱的目的就是 一方面巩固自己的深蓝 第二方面 能够让北台湾 至少目前占有优势的 北市跟新北市 这15席立委 是不是能够稳住江山 所以我们看到了 美美 有两段 我要让大家来看 这个是一周刊的社论 他一观点 他后面有一段话很好玩 他说洪秀柱这种无私的牺牲精神 基本上来自严重缺乏自知之明 所以说无知近乎勇 人家是知识近乎勇 他是说无知近乎勇 无知也是一种力量 这些话都可以让洪秀柱 在洪秀柱身上找到生动的论证 青梅谷 青梅谷 那个看谈话 不知识话 台语有这么一句话 还有 现在连谢龙介 我们看到谢龙介 我们看到这一段 周一哥表示说 谢龙介在节目前 前半段 一贯的风格 替洪秀柱辩护 无怨无悔 但是到了下半期 看到宋楚瑜攻陷苗栗 宣布翻盘 南宁人士替宋楚瑜 名人选举造势的时候 连 还有苗栗 县党部主委 亲热呼应宋楚瑜的苗栗 啪啪啪走的时候 示范作用 骨牌效应 呼之欲出 谢龙介也松口 泄气了 谢龙介是最有战地的啊 那天我会在场啊 泄气了 应该这样讲没有错吧 有点灰心啊 有点灰心啊 所以从这里来讲 真的是 国民党严重了呢 尤其 吴敦律讲的那段话 真有意思耶 这样讲吧 吴敦律确实就像石修大哥讲 他是讲述很多蓝银的人心里头的话 可是现在卡在一个尴尬 刚才大家讲说要登记才算数 这几个人都是宣布参选 如果宣布参选 就帮他站台都不算数 那不知道什么才算数 可是 我觉得宋楚瑜需要注意的是 他的民调是从23.3 掉到17.7 下降6个百分 也就是跟 红秀柱之间的15.0 其实差距并不大 虽然两个都很难看 不过许是另外更有趣的是 宋楚瑜跟洪秀柱的看好度 也就是说你看好谁当 会当选总统 蔡英文是73.6 持续 这是最高的 几乎所有部分蓝绿都认为他会当选 红秀柱是6.9 宋楚瑜是4.5 也就是说就算是在这里面 宋楚瑜的看好度其实是非常差 也就是说他虽然是第二名 可是他民调在往下掉 再来大家对他看好度 现在有些疑问 那可是这样子会不会换红秀柱 不会 为什么 问到应该换红秀柱 不同意的39.1 认为应该换是36 也就是不同意的 高过同意的 而且你如果看蓝绿的话 谁比较喜欢换红秀柱 你知道吗 很有趣 范绿的觉得红秀柱应该换 范蓝的说不能换 这跟我们一般在政终节目所讲的 又似乎不太一样 不过 那老宋的民意也起过了吗 不过老宋现在变小宋了 所以还是继续在拔庄 这个拔庄 明天会不会到花莲去 没有 我在想 有时候选举的时候 每一个人每一张票 都非常重要 那我们宋先生小宋 他其实他的主轴很清楚 找回老朋友 认识新朋友 还有找回原来省长的庄 这些人 宋先生我们小宋 16年没有职务 没有支援 可是这些人 为什么 他还觉得 我们小宋 宋楚怡 他是值得他信赖 他值得冒着开除党籍 冒着违背 这个国民党 而来挺他 做表面 我认为不是这样做表面 第一个 我看我们苗栗 苗栗行 不敢讲拔庄 但是我认为是成功的 第一个 七个 七个乡镇长 敢公开穿衣服 站在他旁边 好啦 路过也好啦 那最起码的话 他敢站在旁边 你可想而知 这种支持度 也就是坚定的心 那是不一样 13个议员 苗栗不要 苗栗有一半以上的 议员 都敢站出来 为什么 为什么 那很简单嘛 我们宋先生的为人 在2012的时候 为什么这些人不站出来 那个时候 马云九很强啊 马云九觉得国民党算 国民党算有胜算 当然我们承认 刚才习老师所讲的这些 抗好度 这一点到现在为止 我们都不否认 蔡英文 他的抗好度是百分之七十几 我们也认为这样 但是我们平安心讲 有时候 我看这个局 拔装以否 另外一回事 会不会累解国民党 也是另外一回事 最起码 三个人 通通总统 候选人 所以 为什么我们宋先生 没有支援 他可以得到 现在老二的地位 最后我要补充一个 这个 南方硕 大家很内行 南方硕就讲一句话 宋楚瑜是 老谋胜壮 南方硕说 2016 曾 蔡宋之争 小英 要 谨慎 环子 便 所以老宋 变小宋 这下是厉害了 衬衫都不必 扎到裤裤里面去 穿衬衫是穿在外面的 很多老先生告诉我 说衬衫穿外面 他不会走路 可是老宋变小宋 很自然 民进党的怀疗 我这样讲好了 老宋变小宋 包括让人家 刮鬍子 丢泥巴 我说一个 七十几岁老先生来讲 我真的觉得 非常不容易 也看得出来 他很坚强的决心 也知道说 他非常想要抓住 年轻人的心 但是如果你要抓住 年轻人的心 你要创新 你就必须要一个 心思维心打法 我这样讲好了 去年克文哲 为什么能够大胜 说他本身 所谓超越蓝绿 白色力量 他整个那个心的感觉 是能够带动的 但宋先生 今天我觉得 可惜的一点是什么 虽然文轩非常成功 可是你的把装 是很老式的 你知道吗 他这种老式的做法 我觉得有点像双面刃 一方面 我认为他非常把装 他是至少要 让人知道 就是照他们所讲的 我要蹭个场子吧 我要个底子吧 我真的跟泛男召唤 就会说 我不是要领虚蜜 我不是要领虚蜜 我是有蓝天蜜 算计要加一小 可另外一个坏处 就是说 尤其我们之前 讨论到仲冠县大哥 乃至都是一些老朋友 我没有看到新朋友 你这边激发不出新的能量 你有一种老式的 传统的这个战法 有些人这里面 还有形象有争议 那我请问 你每一次播出去 你会损失到多少票 而总统大选 坦白说 那种总统个人的形象 乃至一个创新的打法 是很重要的 所以如果说 你只是文宣上面新 可是你是个传统的老思维 这种打法的话 那我认为 你可能会赢过这个国民党 这是第一点 第一点就说 其实你看 当然宋先生很高兴说 苗栗会冰爆 真的是这样子吗 其实刚刚小平讲的好了 最怕的是什么 真的把装 是不公开露面的 地道战才怕好不好 地道战才是真的 这些人出来 一方面我老说 代表几个讯息 第一个讯息是 跨水里红袖柱 第二个讯息是 是不是也借此 向国民党中央 再多要一点 我两边靠靠 我两边取力啊 不过我们看到这里 大家想到说 老宋变小宋 其实他的力道 其实他的力道 还是不可以轻乎的 因为我看到本来国民党 有一些人是 坎坎而谈的 在帮红袖柱 在整个辩护的时候 突然看到苗栗被拔装 拔成这个样子 看到那个粘孔垮下来的 真的 而且呢 他真的忧心了 不过在这里 那还有一个人 王金平 到底王金平 他的帝位是什么 他到底 他超越蓝绿 这是陈菊讲说 超越蓝绿之后王金平 而王金平到底 在国民党里面 会怎么用 还是说 他仍然远离红袖柱呢 所以让大家看 变身同学 宋楚瑜办 同学会与民互动 同学会 所以大家看到这些的时候 还有王金平的动向 会怎么样呢 休息一下 我们再回到现场 苗栗已经翻盘了 整个大家都很清楚的 这个苗栗重量级的 一一的全部都赞成 还是我们希望 当然都希望 大家都来站台 只要对我加持有帮助的话 看到宋楚瑜在苗栗的拔装 今天洪秀柱在花莲 不过花莲到底谁比较强呢 没有人会认为洪秀柱 会比宋楚瑜强 花莲大家认为宋楚瑜还是会比 红秀柱强 所以如果宋楚瑜明天也去花莲的话 那接下来又会有怎么样的火花 大家都在看的时候 今天的这个民调到底透露出怎么的讯息 给一阵子一个新的民调出来 今天这个新的民调很有意思 这个民调主要标题叫 要不要换柱还挺柱 也就是红秀柱到底要不要换 我们前面问到国民党应不应该 你看同意的只有三成六 不同意的三成九 也就是大部分民众认为 不同意国民党换红秀柱还是比较多 会不会换呢 不赞成的六十二 赞成的十六 对不起 是不是要如果换 吴敦义 赞成只有十六 不赞成的六十二 那如果换朱立伦呢 这个赞成的比较高 三十六 何许是不赞成的还是比较多 四十三 对三十六 也就是说 现在国民党最后一张王牌 朱立伦如果出来 不赞成换还是比较高 那如果换朱立伦呢 朱立伦 蔡英文跟宋楚瑜三个比 朱立伦二十五点五 蔡英文四十一 朱立伦是变老二了 这时候宋楚瑜变成老三 可是如果换吴敦义 吴敦义情况比 宋楚瑜还差 只有十一点八 宋楚瑜二十 所以徐立伦 如果国民党真的 要抢这个 所谓老二的地盘的话 那如果这个声音越来越大 宋楚瑜选得下去吗 我觉得不一定是朱立伦去取代他 搞不好是宋楚瑜被宋楚瑜取代掉 看到一个政党 如果没有标准 如果一个政党 对开除党员没有标准的话 我们要问 这个政党 他执政会有标准吗 他执政会有力量吗 看到这些人 明白的讲 票要投给宋楚瑜 已经明白的讲了 他说不能开除 包括里援处不能开除 不过有一个人很好玩 这个人不是党员 大家看 这个人叫做许舒翔 他不是党员 结果他挺谁 他挺蔡英文 就国民党说要把他开除党旗 党员却挺宋楚瑜 不开除党旗 不是党员来挺了蔡英文 结果国民党要把人家开除党旗 所以他看到了这一句话出来说 宋楚瑜描力把装 朱立伦说 党纪绝对支持洪秀柱 变成一个笑话 党纪支持 党纪立委绝对支持宋楚瑜 怎么会这样子呢 所以杨老师 许舒翔可不是国民党员 国民党要给人家开除了 然后呢 这个国民党员支持宋楚瑜的 不开除 党旗是怎么一回事 对啊 我们在宋楚瑜8月6号宣布参选的时候 那个时候 当天的下午台北就有退选 这个李红军的事情 然后那个时候 清明党已经对外 其实有暗示 表示未来陆陆续续会有一些跳船 或者换船的一些说法 我想后来的屏东 议长带领的议员也好 或者台南云林 一直到今天大家所说的苗栗 其实情况应该很清楚了 因为这个不是临时发生的 这也不会宣告选 出来竞选以后 才开始努力去拔的桩 这个其实明星象背早就已经开始了 也就是宋先啊 是宛于这些人跳船 为什么呢 其实这些人已经是不支持洪秀柱 应该这样讲 他们只是看到宋楚瑜以后 然后有个戳口 因为他们这些人 我想傅学彭应该很清楚在地方上 他们原来因为洪秀柱 已经至少两次经过路过那里 那他们地方上的人是 如果今天是一个对地方派系 也有帮助的 而不是会把他们拖垮的人 那大家当然就欢迎他 甚至于很客套的出来讲话 说我支持你也可以嘛 为什么洪秀柱去的时候 连客套话都不讲呢 他说徐世荣是客套话 那为什么你洪秀柱来他不讲客套话的 这个最基本的礼貌 连出场都没有 到云林 妇女出场都不出场 到屏东也是如此 到台南更是明显 就是说今天不管今天到宋那边的人 他能够带多少票 可是我们要反过来看 为什么这些人连一个台湾最重视的人情文化都没有 也就是洪秀柱来了 你无论如何要接待嘛 你无论如何你就算不讲话 坐在边上喝一杯茶也可以嘛 再差 你说一句话说 这是我们当然要尊重我们党的提名人 也是一种讲法嘛 这些都不做 却在相反的阵营 今天如果出现在蔡阵营 那是另外一回事 像前一阵子的云林 这一个前议长跟现在的副议长 出现在蔡阵营 这是一种很明确的跳船 苏金黄 苏金黄 他们的父子嘛 对 那这种很明显的 他们本来 他们还是支持蓝军的 他们还想维持在蓝阵营啊 可是你来这里 我如果跟你靠在一起 我的政治生命也会被损伤嘛 这个我一定要先求自保 再求发展 再来帮助你啊 然后我们俩就共荣啊 共荣共敬嘛 可是现在不是 你来了 我发觉 哦 我的支持者会因为我跟你站在一起 对我也不好 那我当然给你就保持距离了 这个保持距离的结果很清楚啊 就是我连客套话都不必讲 我连人情都不必做 可是宋先生来 我不管你叫你开除还是不开除 你要晓得当中央没有讲你这是客套话 他抱着一个万一被开除的危险呢 他抱着被开除也无所谓的 无所谓也危险 因为他是事后才被党中央讲 这是客套话我们不会处理 哦 你想想看我们在座的杨石秋 做了什么事情都被干掉了 什么事都没做 所以了 那今天许世荣干了这种事情 不接待洪秀柱 接待别人 而且还讲支持的话 他应该心里有数 如果一不小心 党中央就把他开除掉 这个风险他冒 那个客套不去 人心其实很清楚了 洪秀柱的支持度 在地方上已经到顶了 所以我们看到的国民党的标准怎么这样子呢 其中杨石秋他被开除党籍了 杨石秋大家讲说他什么也没做啊 他只不过在政论节目讲实话 实话不要讲那么多遍嘛 你名字虽然有个实叫石秋 不要讲实话嘛 怎么一来啊 不过许书想到是蛮有趣的 他不是党员耶 他说我又没有党籍 结果国民党要把人家开除 这不是什么意思 有党籍的不开除 没党籍的要把人家开除 这国民党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呢 我加油啊 石秋我刚刚讲那个不表示说 今天杨石秋是委屈哦 我说没做事情被开除 不是 我这样讲的意思说 想要被冒开除危险的没被开除 他没想到的人被开除 那是一个勋章 想拿勋章的人拿不到 他现在要这样想 就是好端端的家里 国民党颁一个勋章给他 哦是这样子吗 石秋怎么来看 徐老师讲出我心里的话 杨老师 杨老师讲出我心里的话 我说实在的 我在今天宣布参选 我发了一个新网稿 我第一要感谢国民党 在民国78年 26年前的7月 让我透过党内初选 成为当时国民党 台北市议会最年轻的候选人 那是26年前 但我今天还是要感谢国民党 为什么 26年后的7月 就是今年的7月15号 国民党 我不知道任何理由把我开除 反而让我海阔天空 如同杨老师所说的 肩上多了一杯勋章 我在国民党没有拿过任何勋章 可是当我被开除的时候 我发现我受欢迎的程度 是远超过我过去20年 民意代表所能想象的 所以我相信这一次 为什么这么多人 等着被国民党开除 因为一旦被国民党开除 我相信在目前的氛围之下 他大概选择被开除 而不愿自动离去 那像今天 所以我要问啊 那你跟亲民党 现在的关系是怎样 有没有可能因为老宋的气势起来 而你虽然被开除 反而多了个勋章 你的气势也起来 那你跟老宋之间 其实我想 有没有联络 姚老师在这边 我想我今天在这里特别也提到 我跟亲民党宋主席有见过面 有见过面 跟透过姚老师的关系 也跟民进党的一些高层有见过面 但我们都非常清楚 像我今天所说的 未来以目前来讲 我们这个选区有五个候选人 除了费洪太之外 还有李登辉支持的台联 还有英雄支持的社民党 还有台湾独立行动联盟 包括我就五个 未来可能还有 我们徐老师所 那个 时代的一样 或者还有其他的三选人 所以我觉得 刚好姚老师在这里 所以我今天特别提出来 我们是不是用一种 可批的模式来绽合出 一个候选人 所以我再请教说 从宋楚瑜在苗栗的拔庄 你觉得这个效应 会不会外溢到台北市 包括你的选区 包括整个附近的选区 会不会外溢出来 我为什么用五档级参选 就是因为在我们这个选区 坦白讲 你沾上任何色彩 过去的经验很清楚 费洪太都是赢 在全国单一选区里面 他赢第二名都超过30%以上 因为这是蓝 远大于绿的盘 而且红秀柱的 这个你可以看 他敢跟他一起站在一起的 目前只有两个立委候选人 一个就是费洪太 一个就是孙大千 原因这个地方的 深蓝群众相当的多 而且眷村非常的密集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所以我还在今天参选 特别提出来 我们所有候选员 是不是像柯P一样 来做一个整合 选出一个最有可能 临到最高的 然后做一次 一对一的对决 当然其他 不愿意参加整合的 我有你记得 当时有六个人参选 但是大家很清楚 另外没有参选的 四个市长候选人 大家知道 你不是整合出来的 所以最后选票 就集中在整合出来的 柯P上面 另外四个 没有经过整合的 五档级参选人 他们拿不到三万张选票 所以我想 希望通过这样的整合 或许 有在这一块地区里面 我们要跟新民党合作 我们要跟民进党合作 我们甚至要跟台联 或是时代力量 或者其他所政党 超越蓝绿 就是因为这个地方 如果你打蓝绿的话 这场选战是完全没有胜算 但是如果你跳出蓝绿的话 在我们这个信义 跟南松山 是有机会 但我个人认为 宋楚瑜基本上来讲 拔装的过程当中 只要国民党党场 还继续存在 这种拔装 可能效果会有限 因为我不认为宋楚瑜今天会提供 以上一次的政治献金 我们去看监察院的 大概每一个立委 平均候选人是三百万起跳 多的也拿到近千万 那你认为今天宋楚瑜 有这个本事 去提供每一个立委候选人 三百万五百万八百万吗 我相信 所以你意思说 如非党产不见了 国民党的候选人 有可能是故意跟老宋靠一下 然后国民党就 政治献金会多一点 我想 有这个意思吗 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们就像我们去年 白纸黑字的数据 国民党的 像县市长 当然拿到三千万以上 但是每一个立委的起跳 基本盘是三百万 那我和小平 我们去年选了五万 五万块钱 所以代表 立委在国民党心目中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认为 他一方面靠宋 可能拉抬你的身世 但更重要 这个东西在选举是 尤其中南部 是不可或缺的 所以刚刚听到 钟小平喊了五万好大声 我听起来 就有点不满的意思 为什么里面三百多万 一千万 我只有五万 小平就有这个意思吗 四亿元以前 我们知道 几十万 没有 在99年那一次是十万 十万的 但这一次是五万 不谈钱 不谈说 那宋楚瑜在苗栗的跋庄 这个万一效应会怎么样 第一个要请教你 第二个 你认为 许书翔又不是国民党 要把人家开除 然后呢 李源处还有这些 许志龙什么不开除 国民党怎么两 双重标准 我觉得开除的标准只有一个 就是大家都登记 或是菜 登记以后 你帮他站台助讲 那当然开除 我认为这是最合一的标准 可是为什么许书翔 觉得人家开除呢 他已经宣布参选了 等一下 我要 我现在挑战就是 许书翔是 包含那个杨子就李庆元 我觉得标准要一致 包含 直播动 许书翔是 不过我 跑到 蔡英文那里去 许书翔是 到蔡英文那边去 那蔡英文还没登记啊 可是你们的 县党部包括这些 已经做出决议 要开除他 许书翔有点特别 很有趣 大家我讲 大家比较 他又不是党员啊 大家不知道 第一个许书翔 曾经是党员 可是我相信 试炼很久了 从小谁不是国民党 当兵就入国民党了嘛 曾经是 那为什么要动他呢 就是反正 你的力量没那么大 我就动你一下 还有你知道 许家班 许文智当过云林县长 是比张仁卫更早 对不对 那我们也知道 这个许家跟张家 是势如寇丑 而张家力量很大 许家现在渐渐市委 他过去带多少票 我就没有意思 但我是不是 县党部署 有讨好张仁卫之意 也有可能 我必须要说明一下 那我要请教授 宋楚瑜在苗栗呢 你看看这一局 会不会外溢效应 我们会有一些外溢效应 宋楚瑜最强是两个地方 他经营的最深 一 花冬的原住民 二 逃出国家的客家人 那是有系统可循的 那是 那省长的时候 是真的给了很多资源 他也很勤快 所以他人脉很深 我简单讲 你北部经济选民 就看大环境 看股市 看生活 中产阶级 南部 民进党太强 所以 可是我更担心的是 你们知道 拔装 是拔真的拔假的 拔装 真的的地方 我们当然 三个条件 第一个 你会不会当选嘛 这第一 这三个候选人 你觉得菜比较会当选 还是宋 当然是菜嘛 第二个 你给多少资源 第三个 你看是不是术友往来 李术周到 我们是不是朋友 这三个有 ABC三顺位 宋楚瑜的拔装 基本是用 该做的 躲起来的拔装 地道站 而弄成空军 绅士 比较虚胖 来压倒 红袖柱的空气民调 那一辈子最没有声音的人 都有声音叫李源处 李源处 是吧 一到选举的时候 两个最红 一个是吴敦毅 卸任副总统 一个卸任的 不知道几十年的副总统 李源处突然就红起来了 这就是政治 这就是选举 其实我们真正担心的 我讲骨子里的东西 最可怕是 第一个 地道站 第二个 会当选 那个人叫蔡英文 他今天苗栗市长 跟头份镇长被拔 那个才真的严重 那个才是真的 我们真心 害怕的 一个地方 因为很简单 蔡英文会当选 谁会靠 不会当选的 而不去靠 会当选 第二个 蔡英文当选 全国1.9兆 预算在他手上 地方建设 不要靠蔡英文 不要靠总统 这就是为什么 到现在只剩半年 才退休的马英九 还有威力的 现在还是大 大家要很清楚 这个小平 政治现实的概念 听你这么一讲 你们苗栗 被蔡英文拔装的拔装 被宋楚瑜拔装的拔装 那会不会翻盘 翻不翻盘 我到底 国民党要干嘛 国民党是要选赢蔡英文 还是只要大老二赢 送出一趴 那就可以 含笑九泉 到底你要干嘛 讲清楚 国民党 我认为 我的想法 我给洪秀柱建议 我现在先不谈他 换不换他 你既然要打一场 非典型的战争 就真的打非典型 而不是古典的战争 我记得我们在台大 那个嘉英华教我们 古典政治学 从亚里斯多德讲起了 非典型两个 很复杂 我用三十秒把它讲完 第一个 今天台湾主体性那么强 台湾意识这么强 你就必须 你要想对抗 想选赢 或想有能够立足 那就必须创造 中华民国主体性 对抗台湾意识主体性 一中同票 当然跑掉很多票 我提一国一制 一国乃中华民国 一制乃民主制度 你非得对着我 我民主对着你 你敢不敢这样干 这是比 这是比九二共识 更左边的 再来 内政的主体性 内政的分配正义 你敢不敢对财团动手 土地财团 台北市动一动 就动五兆出来 年轻人加薪加一倍 国民党要做这个 国民党你 如果你扮演帮凶的角色 你就认为 年轻人为我这么苦 你也害我 你们拿 你们拿别人政治现金 财团都是好朋友 如果你真的实施 不要只讲 三中一清 让中小企业获利增加 中产阶级加薪 年轻人有希望 有住宅 国民党现在改才有机会 不过 小平 你这一段 我们先压下 等一下再谈的时候 我先请徐老师来告诉我们 今天的这个民调 蛮有趣的 这个民调到底显现出什么 因为已经确定 洪秀柱是小三 假如是这样子的话 刚刚小平讲的这一段 怎么会出现呢 怎么去做呢 今天的民调到底怎么一回事 其实这个民调 其实跟各家民调差别不大 蔡英文44.1 宋楚瑜第二 17.7 洪秀柱15.0 可是比较重要的是 除了洪秀柱持续是小三 宋楚瑜第二之外 宋楚瑜制度有下滑的现象 因为上次 他们做是23.3 这次到17 其实下滑6个百分点 他们有人分析说 是不是宋楚瑜的蜜月期 因为他那时候宣布参选 大家好 我是徐国王律师 欢迎收看今天的前进新台湾 宋楚瑜到苗栗拔庄 看到了前副总统李元处 还有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徐志荣等等 立挺 立挺老宋 应该叫小宋 立挺小宋 而且讲什么 要大家把总统的票 投给宋楚瑜 这么的一个动作 还有李元处 他可是明白了要挺松 假如是这样子的话 国民党要不要开除李元处 要不要开除徐志荣 这个结构性 在苗栗的松动 我们要问 有没有万一效应 会整个在台湾 起了连语的作用 还有宋楚瑜 他说两个月内 要瓦解国民党 到底这个是心理战 是空包弹 还是原子弹 我们看到今天 有最新的民调出现 蔡英文 44.1% 支持度 看到宋楚瑜 17.78 红袖柱只有15% 所以显然的 宋楚瑜是赢了红袖柱 红袖柱变成了小三 不过我们再看看好度 大家看到蔡英文的看好度 高达73.6% 不得了的高 看到宋楚瑜 看到红袖柱 他们的看好度都不到10% 我们该如何来解读这些民调呢 那红袖柱 小三成为定局 不过民调显示 54.9%的民众认为 国民党不会换掉红袖柱 不过 换掉红袖柱 说是个悲剧 不换红袖柱 又是个闹剧 看到红袖柱 他怨恨 这四大天王 为什么不进场 浮选呢 看到王建平说 我只是一开小石头 我没有力量 丢到池塘里 也是扑一身而已 用这个当党剑牌 而且今天 更听说 有天王 应该就是五顿利吧 他竟然大骂红袖柱 坚持要参选 这是让国民党 败退了20年 败退哦 败党 退步了20年 所以看到了 国民党 会不会以 换红袖柱 或者抛弃红袖柱 来保存 立委的席次呢 那今天 我们看到了 杨时秋 他宣布 要参选立法委员 要在松山新义 对战 会有红袋 看到Selina的老公 阿中 他是个律师 他还露出口风 好像有意要参选 这个选情 会有如何的发展呢 杨时秋 等一下会告诉大家 不过选情 相当的不利 国民党 在这不利的选情之下呢 我们要看到 他的选战 好像只能够 以打理动会的抗日说 来号召基本派 来进行一个 蓝绿的对决 真的 这样子就有效吗 看到了 慕兵制 跳跳 这可是马总统的重要政策 马英九 结果被质疑说 你哪一样政策没有跳票 样样跳票 从六三三到爱台十二建设 通通跳票 所以执政党没有办法 用政策来打选战 原因就是因为 马英九太会跳票了吗 看到慕兵制的跳票 台湾的国防 整个能力失守了 经济陷入了GDP 保一大作战 面对中国的文攻武克 国来办 他也恐吓说 如果没有九二共识两岸的协商机制 会崩塌 不过 我们看到了高雄市长 陈菊 他怎么讲 他说民建党的两岸政策 不会保守 这到底透露出 怎么样的一个讯息 那国民党 他的选情惨不忍睹 不过民进党 我们要问 你就躺个选了吗 支持者认为 蚊子 所以缺乏了 违纪的意识 所以民进党的票仓 尤其在南部 在高雄 可能会开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蚊子 没有违纪意识吗 看到柯P说 柯P说 国会两党都不会过半 那民进党 所以从这里来讲 会不会交兵必败 反而国会过不了半呢 大家都在看 精细的分析 锁定我们今天的前进性来问 现在我来介绍 我们今天的来宾 第一位 是东吴大学政治系的教授 我们的徐永明 徐老师 徐老师你好 主持人大家好 我们台北市议员 钟晓平 晓平你好 大家好 我们台北市议员 林郭成 郭成你好 众哥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们前台北市议员 现在要参选立委的 我们的杨石秋 石秋你好 国会有我们大家平安喜的 政治评论员 我们的余美美余博士你好 我们国会观察 基金内的董事长 我们姚教授 姚立明 姚老师你好 大家午安 等一下 还有我们的知名律师 才议员会参加讨论 不过我们要先来看一下 老宋变小宋 老宋到苗栗去拔装 拔的成功不成功呢 听说苗栗会翻盘 我们看看相关报道 白色衬衫刻意不扎进卡基垮裤里 宋属于脚踩超潮冻冻鞋 苗栗拜票 打扮年轻 好几岁 黑衣冻鞋 好 第四次挑战总统大选 宋属于造型大改变 一般代票行程就穿衬衫卡基垮裤 如果是会见像前副总统李元醋 这种地方大佬 就会再套上蓝色西装外套 不过不打领带 衬衫不扎裤子里 是不是直送身上 过去停马如今挺送 宋属于外貌年轻了 不过被罚装的人都是政坛老将 李元醋91岁 前县长傅雪鹏64岁 再加上73岁的宋属于 三人加起来快230岁 最年轻的就是国民党立委徐志荣 但也要60岁了 一下子倒水 一下子递麦克风 宋属于讲话 徐志荣就卡位站在一旁互动热络 另外国民党立委陈超明虽然没闹 但办公室执行长邱莉莉也在会场 加上前县长傅雪鹏全程作陪 会场上动钻声不断 宋属于的苗栗行就是来拔 洪秀柱的妆 苗栗已经翻盘了 整个大家都很清楚的 苗栗重量级的意义都全部都站起来 其实上周洪秀柱才来苗栗 当天徐志荣第一要站在后方 但换成宋属于 徐志荣却拉手喊送算 国民党才喊苗栗团结了 没想到宋属于来就破功 来我们看一下 长期住在苗栗的前 我们的副总统李元柱 那李元柱 他是一个最没有声音的副总统 不过竟然他现在发出声音了 他说我支持宋楚瑜 不用问就是要挺宋楚瑜 我们再看 这在苗栗 大家看到了徐志荣在这里 好 整个傅学棚 所有的人苗栗的一些大咖都站在这里 宋楚瑜苗栗拔装拔蓝装 热的喊说翻盘的 到底从这里我们看到了怎么样呢 还有 那李元柱要不要开除党籍啊 徐志荣要不要开除党籍啊 傅学棚要不要开除党籍啊 国民党如果这些人不开除党籍 那如何度这些党员的悠悠之口呢 咱们来看呢 徐志荣你刚才看到徐志荣 徐志荣是国民党补选 那时候就是因为徐耀昌去当了县长之后 那个选区补选 徐志荣那时候跟这个民党选的时候 是六比四啊 也就是说整个苗栗其实是蓝区 而且就算这次大家都讲说民党有机会过半苗栗 民党也不敢讲说他们有没有习次的盘算 徐志荣公开拿麦克风讲说 明年1月16号支持谁 支持宋宋省长哦 不是洪副院长 不是洪秀柱哦 这么公开 这么很明确的支持宋楚瑜 徐志荣你知道国民党中央党部怎么说吗 说这是客套化 之前在苗栗是人之常情 现在这边是客套化 其实这都不用开除 那你想想看 明天到新竹 后天到桃园会是什么样子 现在不止苗栗要翻盘了 现在连新竹市 民党都还派这个欧崇敬要去新竹市选哦 所以我意思说 整个宋楚瑜真的只是在造势而已吗 还是很清楚而在那边拔装 李源处很具代表性啊 这算国民党党国大了 国民党现在还活着副总统不多 徐志 现在还有谁是副总统还活着的 萧万长 萧万长现在没有出来 林战 李源处 李秀莲 李秀莲的民进党 李源处出来支持宋楚瑜 记者问他公开讲哦 我觉得按照如果那时候开除杨时秋的标准 李源处应该要开除党籍 应该把他赶出去国民党 没有 为什么 我们等一下会讨论一个民调 其实这个社会支持 国亲和 要求要什么 宋洪沛 应该要推朱立伦 可是民众很多人还是不支持哦 所以他们只有一个困局 就是说朱立伦可能可以维持 让国民党变成第二大党的命运 可是很多民众是没办法支持他们这样换 更重要的是很多人支持什么 要不要国亲和哦 我觉得这是国民党要注意的 这个我没有做出版 如果国亲和做 那应该怎样 各位看哦 红正宋富 就是红秀柱如果是总统 宋楚瑜副总统 制度只有18.7 可是如果是宋楚瑜当总统 红秀柱当副总统候选的话 制度是54.2 哎呦 也就是说 这个社会现在有个看法 红秀柱不要换 可是宋楚瑜制度 其实也没有像之前看的那么高 那你换朱立伦呢 虽然能确保国民党是第二大党 可是很多人还是觉得不要 因为朱立伦还是没办法赢蔡英文 那我对应更不要提 那如果国亲和呢 很多人支持 制度四成以上 那可是比较支持的是什么 宋楚瑜当总统 红秀柱当副总统 这是国民党最大的危机啊 这个社会并不支持你换红秀柱 虽然很多什么 换柱计划啦 什么国民党高层啊 徐立伦 如果这个民调出来的话 国民党遇到的压力是说 那你要不要跟亲民党谈啊 所以换句话讲 国亲和可能就是最强 不过红秀柱说 不可能有PK民调这件事 那宋楚瑜似乎也曾经表示过 如果红秀柱换人 他还是会选到底 徐立伦 不用PK民调啊 民调每天都在做啊 都跟你讲你是排第三的啊 所以换句话讲 假如是这样子的话 会有怎么样的发展 其实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那个因素叫做王金平 大家可以发现 在南部拔庄 在中部拔庄 那一些庄 竟然很多是谁 是王金平的白派 所以换句话讲 这里面又有什么样的米感呢 王金平到底办理 怎么样的角色呢 我们看看相关报道 院长就是今天早上 有一份最新的名调 就是说这个支持宋宏配的 有百分之一 支持宋宏配的只有18% 哦 是啊 那这个名叫做参考吧 院长会觉得就是这个 会觉得说这个宋宏配比较可惜 真的吗 我是会讲做参考吗 我不能下定论吗 那你现在有媒体写说 就是这个马总统 这个会长来说 就是要求您不要参举 你这样的事情吗 我没有听说 前局市长在这边就开转 你也说现在讲不分难力 宋宏跟后觉得都不是真的 您才是真的不分难力 还说就是 就是您没有得到同等的尊重 为您暴取 我没有这种感觉 做该做的事 一切都是要为国家 为社会 为人民来着想 那所做的有利于国家 社会跟人民的话 这个我会全力以赴 所以我那就不会分难力了 我们来看一周刊今天讲的这一段 马英九怎么讲 马英九说 表明绝对不可能挺王金平来参选 若朱立伦不顾马的意见 假如要换红袖柱 而朱立伦不顾马的意见 要王金平的话 不顾马的意见 让王金平出现的话 马英九会带头退党 迫使国民党的局势更加的险进 所以从这里来讲 国民党的局势会这么的险峻 那就是马英九 他有很重要的 叫做一手 所以姚老师 所以从这里来讲 那今天媒体也说 王金平事实上跟宋楚瑜 已经实质结合了啦 不要骗人了啦 有这么一个说法 到底这怎么一回事 应该可以这样子看啦 至少王派的地方力量 或者王派的国民党委员 从第一波的退选 那四个人里面 一直到最近的 这一个所谓的出现的 不管苗栗的 屏东的台南云林的 应该大概都是跟宋结合的 哦 如果 如果有两个派系 在地方上相争的 还有一部分人会导向菜 啊 这个这个在 屏东那一次 其实最明显就这个 那天不是 议长带了 五六个议员 七个议员 七个议员 那个地方上 还有另外一个派系 本来也想出来的 那 因为都 两个派系 都不想支持洪了 嗯 可是 至于说 谁来接待宋 那另外一个就不能够再接待宋了 这个其实很清楚 因为地方派系 这方面蛮敏感的 嗯 所以结果就议长 这个议长当然是 是主流吧 嗯 就出现了 另外一个派系就不表态 可是另外一个派系人在哪里 另外派系 他还是会挺王啊 可他最后投票 一定不会是红这一边吧 哦 他还是会 虽然没有出现 可是还是可能是宋 嗯 只要他没有到蔡内来 这次民调也很明显嘛 蔡 绿营的支持者 绿营的支持者 总偷偷 已经超过来营了 可是绿营的支持者 九成 支持蔡 没有悬念 嗯 小宋跟这个 红 小辣椒 各拿了各位数 三四 三四四五 这样子 这个等于没有 因为那个加误差 等于没有 啊 南军 你知道怎么分配 嗯 那 分配是 三十九点五 三十一点八 八点六 你听听看 再来一遍 三十九点五 四成都没有拿到 红修 南军呢 哦 四成都没拿到 团结起来 全面气宝 一票不走 还输十八 全部加载 还输十八 那现在南军 他只拿四成 你想想看 最后结果是 现在掉老 现在掉到老三 有什么意外的呢 嗯 那第二 那所以南军 要自己问嘛 他们没有多少 跑到蔡 跑到蔡 我记得 两个月的选举 蔡能够拿到南军 都超过十八 大概十二 十三 大家都有十几八 这一次只剩八了 哦 这个对蔡英文来讲 当然是一个 要检讨的事情 为什么原来 浅蓝的人就回去了 嗯 对不对 那你要找出原因嘛 大家又觉得 你很绿了嘛 啊 可是 绿够 够你用 我们这样讲啊 纯绿就够你用 可是 宋先为什么拿 三十一点八的蓝呢 上一次他连十八的蓝都没有啊 嗯 所以最后 落到最后 你把那次的选举结果 选后的民调 因为上次选完以后 有三个大学合起来做个选后民调嘛 选后民调 宋先人挖 蓝角 挖到最后 不管是因为气宝 还是没有 总而言之 挖蓝军拉了十八都没有啊 嗯 这次已经拉到三成三十一点八现在 嗯 拉了三成 总统统才十 他的民调才多少 他的民调才十七点七啊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你就可以知道 现在问题出在哪 就是说你 有几个问题是要答的 蓝军答不出 我到现在没看人答 我有我的解答的尝试去问 第一个 我对这个民调当然还会做一个调整的 为什么 那个 从这个民调看得出来嘛 蓝军你知道有一群人 失望到完全不理会这次选举的 你知道比例有多高 嗯 超过百分之二十了 我告诉你 哇 因为